Magic Box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塞 今天的 Magic Box 要來介紹給大家 非常幾個實用的一個片語 首先我們先從 In Time 這個片語開始 那大家其實蠻常的 蠻容易把這個 In Time 跟 On Time 這兩個片語搞混 那 In Time 表示的意思有即時的意思 然而 On Time 則表示是準時 那我們分別用這兩個不同的片語 來照例句 像是 火車會準時抵達 我們飛要快一點 不然我們沒有辦法趕上 那我們用 In Time 來照一個例句 Amy 即使踩了煞車 所以他跟他的兒子才沒有受傷 再來今天第二個 Magic Box 要介紹給大家 是一個片語 那就是 Watch It 這個片語其實是比較口語的用法 通常在告訴別人 就是說你要小心 你要注意 那我們用這個片語 我們來照一個例句 比方說 Watch It You were nearly hit by a car 小心一點 你幾乎其實快要被車撞到了 其實這個片語 我們也可以用另外一個片語來替換 那就是 Watch Out 那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其實表示的意思 也是小心 注意這樣子的 那我們剛剛的那個例句 其實我們也可以把它改換成 Watch Out You were nearly hit by a car 那這樣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今天的這個最後一個片語 要介紹給大家 就是 Before Of 那這個片語 表示的意思就是 充滿點點這樣的一個意思 那我們用這個片語來照一個例句 The basket is full of clothes 這個籃子裡面有滿滿的衣服 或者是 The shelves are full of books 架子上擺滿了書 那其實我們也蠻常用另外一個片語 就是 Be Failed With 來代替這個 Before Of 只不過兩者之間其實還是有一點點小小的差異 Be Failed With 表達是真正裝得滿滿的 沒有剩下任何空間的意思 而 Before Of 則是表示 就是裝有很多的東西 或者許多人 或是大量的某種這樣的一個物品 這樣的一個意思 那我們用 Before Of 來照一個例句 Jenny's eyes were filled with tears When her brother broke her toy 當 Jenny 的弟弟就是把他的玩具弄壞後 他的眼中就是充滿淚水 那其實這一句話 我們也可以用剛剛前面所提到的這個 Before Of 來替換 所以整句話變成 Jenny's eyes were filled with tears When her brother broke her toy 這樣子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啦 希望今天你們有學會今天的 Magic Box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